在第一天我會發展美國歷史的最大延避免 競選時不斷強調 一上任就會馬上遣返大量非法移民 川普的證件會不會落實 全美許多還沒拿到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 陷入仇雲慘物 有人明知道川普對移民不友善 還是票投川普 一切是為了錢 批評民主黨政策跳票 根本就沒照顧到外來移民 這位已經在美國待了25年的墨西哥二寶爸 靠著當技師為生 祈求最壞狀況不要發生的還有這家人 住在美國休士頓的這一大家子人 有人已經是美國公民 有人拿到綠卡 有人是在歐巴馬時期的DACA 也就是童年入境暫緩遣返計劃之下 待在美國 如今川普篤定回國 讓他們不知道未來是否還能像這樣一家團聚 目前川普回國到底會對清理非法移民有多大的影響 還很難評估 加州的移民律師認為 川普的選舉語言很大部分並非事實 一切要看實際執行的負責人作風如何 而現在川普提名的邊境移民專責官員 就是立場非常強硬的前移民局代理局長霍曼 曾說要把非法移民一整家人打包遣返 霍曼之前在川普第一任期擔任移民局的局長 就曾經拆散過數千個移民家庭 另外一位川普任命的強硬態人士 是要掌管國土安全部的南達科他州州長 諾姆 身為死忠的川普擁護者 諾姆支持川普嚴厲控管邊境 為了符合川普喜愛的強悍外形和形象 他從2020年挺川普之後就開始大改造 重訓健身 還公開在鏡頭前持槍打獵 還像川普一樣做了牙齒美白 最爭議的發言就是承認親手殺了愛犬 種種行進和發言讓他獲得川普助益 現在被提名接掌龐大複雜的國土安全部 外界認為他會為了求表現作風犀利 不過處理移民問題對美國來說就是雙面刃 目前美國有合法的H-2A簽證 允許外國人短暫在美工作 全美有約35萬人拿這類簽證 大多是投入農業 如果川普真要整頓非法移民 光是在美國的建築營造 飯店 旅宿 還有廢棄物管理和零售業 都會大受衝擊 儘管前景未明 美墨邊境還是有大量來自中南美洲的民眾 要和老天爺賭一把 是否能一元他們的美國夢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總統